我是首席的国民主席 我们长久不断成为一个邻居 我没有任何教授 除了菲律宾人 没有任何人 你必须尊重 不要只放回问题和报告 不许多人 菲律宾总统杜特蒂 星期一在回应美国总统奥巴马 针对他准备在辽国举行的东盟峰会期间 找机会与杜特蒂见个面 聊一聊菲律宾任意处决毒贩的问题时 以粗俗的杂种字眼来辱骂奥巴马 美国总统起初只是对杜特蒂的言论置之一笑 也表示这一次会面是否成型 将取决于杜特蒂是否准备进行建设性的对话 几个小时后 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 普莱斯就宣布 星期二与杜特蒂的会面已经取消 奥巴马只会见韩国总统朴槿会 这已经不是杜特蒂第一次对重量级领袖喊话 他也曾把天主教教宗方济各称为杂种 形容美国国务卿克里疯狂 近期又称美国驻菲律宾大使是同性恋杂种 分析人士认为 杜特蒂如此丰富多彩的对话 将让他在国际舞台上付出代价 NDP7综合报道 全国人也会在国际艺术中心 也是一位 全国人也会在海洋上付出代价 许多云旅行 各国人也会在国际艺术中心 区费形成功 谢谢大家